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轻宇是一个落魄的秀才 旅考不中之后 感觉试图这条路走不通了 只好去县城的商行当了一名帐房先生 刘轻宇仍老实 心快 脑子灵活 很快就得到了东家的赏识 在商行站稳了脚跟 薪水也翻了一倍 生活稳定下来之后 刘轻宇就想着该成家了 但在县城无房 只好回老家成亲 老家离县城五十里地 他无法每天往返 只好把新娶的妻子常侍安排在老家 他每隔十天半月就回去住两三天 刚开始常侍还算贤惠 都乖乖在家操持家务 等待刘轻宇回来 刘轻宇每次回来 都会给常侍买一些女人的新鲜玩意儿 有时是一件裸裙 有时是一盒香粉 有时是一根凤叉 除了这些 刘轻宇还会把自己挣的月缝 如数交给常侍管着 担心她在家没有钱花 时日异常 常侍手里有了钱 身上也是一些乡下人 没有见过的东西 常侍每次在村里转悠时 都能引来一群大姑娘 小媳妇羡慕的眼神 常侍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所以经常会收拾的花枝招展地 在村里瞎逛 自然也引起了一些 心思不纯的人的注意 村里的张屠夫就是其中之一 张屠夫已经三十好几了 只因为他是杀猪的 人又胖又矮 身上的血腥味太重 谁也不愿意把闺女嫁给他 张屠夫也成了老光棍 他经常见常侍 打扮得漂漂亮亮一个人在村里晃悠 他就起了坏心思 这天 他看到常侍从他摊前经过 就赶紧上去搭讪说 大妹子 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 常侍一听有人夸他好看 心里就乐开了花 赶紧停下来跟张屠夫聊天 聊了一阵之后 张屠夫赶紧割了两斤肉 塞到常侍手里说 大妹子 我今天这肉也卖不完了 给你哥先拿回家吃 常侍嘴上说着 张大哥 这怎么好意思 手上却接下了 张屠夫递过来的肉 然后笑吟吟地告辞 张屠夫看着常侍掀兮的背影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但一想到常侍收下的肉 就觉得肯定有机会下手 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过了两三天 张屠夫估摸着常侍的肉吃完了 这天下午 他早早地收了它 又提了两斤肉 去了常侍家中 常侍正在院子里洗衣服 见张屠夫提着肉上门 就赶紧热情地招呼他进屋 又是泡茶 又是拿果子 在张屠夫面前走来走去 张屠夫早就按捺不住了 走过去一把抱住常侍说 你别忙了 我喜欢你很久了 过来陪陪我就好 我不会亏待你的 常侍本来还想反抗 但一听到不会亏待他 瞬间在心里盘算开了 刘清宇是好人 但他不常回来 自己一直独守空房 也挺寂寞的 如果有两个男人 都把钱给自己花 也是一件好事 于是他半推半就地 满足了张屠夫 张屠夫一高兴 确实也没有亏待常侍 把当天卖肉的钱全部给了他 两个人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长期地勾搭在一起了 这天 尝试对张屠夫说 这几天你再不要过来了 我相公休目 他很快就回来了 张屠夫尽管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 但人家是原配夫妻 自己不能说什么 只好满脸不高兴地出了门 接下来的几天 张屠夫看着刘清宇和常侍 在村里出双入队 有说有笑 彻底点燃了他内心的极度之火 他砍肉时 刀刀比平常多用了一倍的力气 好不容易等到刘清宇 要返回县城时 张屠夫不是着急去找常侍 而是拿着刀 悄悄地跟上了刘清宇 刘清宇第二天要上班 就在前一天黄昏时才往县里赶 他着急赶路 也没有注意后面有人 当他走到一片坟地时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尽管他是赌书人 不相信神鬼 但一阵阵阴风吹过 还是让他有些汗毛倒立 他加快了一些脚步 正在他全神贯注赶路时 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刺疼 他一摸背后居然插着一把刀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又是一刀 可怜刘清宇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脸 就这样缓缓地倒下去了 张屠夫踢了踢 躺在地上的刘清宇 发现他不再动他 就以为他死了 借着月光发现旁边有一座新坟 于是用刀很快把坟刨开 又打开棺材 把刘清宇扔了进去 然后盖棺填土 又清理了一下周围的血迹 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 才返回去找尝试 也是刘清宇命不该绝 这座新坟是隔壁村的楚园外 今天刚刚下葬 因为楚家家底丰厚 楚园外又是家主 所以墓中陪葬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有两个盗墓贼白天就打听好了情况 就准备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动手 张屠夫前脚刚走 盗墓贼后脚就挖开了坟墓 正当他们掀开棺材盖 准备取陪葬品时 刘清宇悠悠转醒 一把抓住其中一只手说 救我 救我 盗墓贼一声惊叫 吓得落荒而逃 一边跑一边大喊 楚老爷子复活了 楚老爷子复活了 这话很快传到了楚家 一听楚老爷复活了 他的两个儿子连夜带了十几个人 打着火把去了坟地 楚家发现坟墓被挖开 而楚老爷的旁边 躺了一个全身是血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事态严重 马上让人报了官 县令接到报案 连夜带人来到墓地查看 发现刘清宇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赶紧命大夫给他止血抢救 几个时辰之后 刘清宇醒了过来 见到周围都是雅异 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赶紧交代了家庭住址和商行地址 但只知道自己在坟地被人砍 并不知道砍自己的是何人 县令想着一个老实的帐房先生 平常跟别人无怨无仇 怎么会有人要他的命 此事颇为蹊跷 于是决定带人去他家里看看 想找一些线索 到达刘清宇家时 天还没亮 县令命人敲了敲门 却听到一个男生烦躁地喊 谁啊 县令顿时猛了 刘清宇不是说家中 只有他娘子一人吗 怎么会有男人 看来刘清宇不是简单的遇害 而是一场蓄意谋杀 县令一招手 几个亚裔一窝蜂冲进了内室 发现常侍和张屠夫 衣裳不整地在床上 瞬间明白了什么 县令把常侍和张屠夫 带上了公堂 又命人把刘清宇抬了上来 张屠夫一见到刘清宇 脸都下白了 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怎么还活着 县令一听 原来还真有毛腻 一拍经堂木 大声喝道 大胆刁民 敢无辜谋害他人性命 还不从始朝来 张屠夫自知失言 赶紧跪下 道出了事情的原味 刘清宇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 早都背叛了自己 心碎成了八半 一口鞋喷了出来 县令只好赶紧让人抬下去抢救 尝试没想到自己的丑事 就这样陡落出来了 不仅要左右两个男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还差点让自己的相公丢了性命 觉得自己无言苟活于世 趁人不备 壮助而亡 张屠夫因为勾搭人妻 又蓄意谋杀 被县令判了秋后问斩 刘清宇因为身心受损 调养了三个月才恢复正常 他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从此长居县城 一生未再去 人心不足舍吞向 常侍如果不爱慕虚荣 不贪图钱财 也不会让张屠夫有饥可乘 导致张屠夫极度生恨 做出了冲动之事 结果两人都不得善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